应该是到时间了 刚刚主办方有讲说要到我的时间才能开始 所以辛苦大家等待了 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Deflot的产品经理李倩 然后今天我带来的演讲主题是 利用WebAssembly去实现金融业务的零侵扰可观测性 说到金融业务的可观测性的话 其实大家如果在考虑过这个问题的话 基本上或多或少去基本上是有去考虑过APM的一些方案 但是对于我们在这个行业这么长时间 然后去跟这么多金融行业的一些用户去交流下来 发现APM的整个方案的话 基本上停留在PLC的阶段 就PLC可能都还是很漂亮的 但基本上生产上不去 就因为这里面可能会有很多其他的原因 就是可能对于性能的影响 或者是对于监管的要求 导致它的整个对于在金融业务行业的话 如果用APM的这种形式的话 是没有办法去上到生产环境来做可观测性的 然后我详细地看一下就是这些点上 第一个就比如说我们由于监管的要求 因为金融行业其实大家 业务是有一些特性的 就是是强监管的 在这样强监管的背景下 业务方他自己出于安全的一个考虑 以及出于对业务稳定性的一个保障的话 基本上是不太会允许说 我们在业务的这些代码里面去注录 APM Agent和那种插码的方式去注录代码的 这个是一个很难去上的一个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在金融行业的这些 业务其实很多是由第三方的这个厂商 去来承包的 就是可能大部分的话 就是可能一个厂商一个模块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对于这样子各个厂商不同 他其实也很难去要求说 我们以统一的这种 就是APM的厂商的方式去注录 统一的agent的任用形式去做可观测性 所以其实可能行里面的很多应用 有一部分是跑的某一个A的厂商的 这个APM的一个方案 有的跑的B的 有些可能根本就没有跑 那这样子的话实际上真正在出现问题的时候 其实现在的这部分数据 确实会导致数据不可信 然后真正的人人去排查问题的时候 一线人去排查问题的时候 因为数据不可信 他可能还要去花很多时间去验证 到底应该信哪部分数据 可能会浪费更多的时间 这是一些情况 然后还有就是 假如真的我们克服了种种困难 去将我们的APM的agent 去上到就是金融业务体系里面去了以后 其实APM的这一部分 基本上还是只能去覆盖到应用代码的这个层面 那对于像说 像DNS啊 MySelho啊 Redis啊 等等这样子的一些基础设施 其实是没有办法插码的 然后对于像这种Gateway啊 或者是KPSCI 这种网络转发路径的话 其实也是没有办法去插码的 那在这样一个情况下 其实是非常难以去快速地去做到 应用系统网络 这种快速地去定界问题的故障 到底发生在哪个层面 可能只能关注到 我应用出来问题 但是在哪 其实我不太知道 我只能说我应用自身的一些问题 我能自己排查 OK 这个是目前向金融行业去 在做可观性汇聚到的一些挑战 然后呢 接下来我介绍一下就是 DFLOW这样一个平台 还是如何去应对这样一个挑战的 然后DFLOW是一个可观性性的平台 然后呢 DFLOW会利用EBPF加上WebAssembly 去以零侵扰的方式 去给金融业务去做可观性性 然后我先大概介绍一下 DFLOW的一个框架 大家会有一个感性的认知 然后接下来我再来讲一讲 就是实际上是怎么做的 DFLOW其实有两个进程组成 一个是Agent 一个是Servor 那Agent这一块的话 主要是可以用 DEMO SET的形式去部署在 KVS的Node上 以及说我们可以以进程的形式 去部署在这种云服务器上 或者裸金属的服务器上等等都OK 然后呢 它部署上去以后呢 这个Agent去负责这一个服务器上的 所有应用的这些 应用啊 业务啊 然后网络啊 等等相关的一些数据的采集 就包含了指标的 包含了追踪的 包含了日志的数据的采集 然后呢 Servor的话其实是可以用 就直接部署在 KVS集群里面就OK了 然后Servor的话主要是负责去做Agent的管理 然后呢我们会去做标签的学习 然后会去做数据的写录 数据的查询等等这些事情 这是这两个进程这一块会在做什么 然后再就是Deepfloor其实作为一个口观力平台 还是非常开放的 然后呢它在于我们可以去集成非常多的数据 然后比如说像普罗米秀斯的数据 OpenTelemetry的数据 Skywalking啊 Telegraph等等的数据都OK 然后呢它的数据输出方式也是非常丰富的 除了自身携带的我们用API 或者是一个类Circle的一个语句去输出以外 还可以通过作为官方的数据员 然后去输出到官方上面 然后呢去输出到以OpenTelemetry定义的格式去做输出 然后去输出给佛罗米秀斯等等这种形式都是OK的 这是一个大铁的框架 我快速过一下 然后我们接下来看一下就是 是如何去 如何去以零侵扰的一个方式去采集业务的数据的 其实刚刚说我们用零侵扰的方式去做金融行业的可观测性 其实第一步就是在怎么以零侵扰的方式去捕获数据 然后呢这部分对于Diflog来说的话 其实只需要去捕获业务的这些 就是业务去通信的那些协议数据就OK了 捕获到这些协议数据 然后我们去处理 然后我们就能去做到业务层面的这种可观测性了 我们先看责任捕获 其实捕获的话主要是利用EPPF来做 然后呢它会分为好几层 因为捕获的数据的话 其实主要从大类上去分为两个大类 一个是就是加密压缩的这些通信的协议数据 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其他的 就没有加密没有压缩的数据 对于加密压缩的协议数据来说的话 它的这个捕获必须要靠近用层 所以我们会通过EPPF的U-PROB和USDT 去覆盖到就是去hook到那个用户带的函数 然后呢比如说Go的一些 加PC的库航数上 或者是OpenSSL的一些库航数上 我们去获取到在它加密或者压缩之前的一个数据 比如说我们看SLS数据 TLS数据 HTTPR HTTPS等等数据都是OK的 那对于其他的一些协议的话 就是它本身不需要加密和压缩的协议的话 它就会有多种的形式来获取到 我们可以通过EPPF的形式 就是我们通过EPPF的KPLOP和Transpoint 我们去互合在内核带的函数 然后我们来获取到眼睛 但是实际上可能在生产的业务上面 不是每一个业务系统上面 或者是系统上面都已经能跑 现在EPPF所需要的内核的一个版本要求了 那其实还会有一个途径 就是我们可以通过BPF的F-Packet 以及Libre-Packet的形式去拿到数据 这个其实可能就是我们通过在网卡上取报的这种形式 来获取到这部分数据 这是目前捕获的数据 那其实可能看一下 我们看一下捕获的这些数据 捕获来了以后有什么用 捕获来了以后 其实会通过DeepFlock Agent的一个Pipeline的一个机制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Pipeline的机制 会来解析这部分数据 我们先来看 其实大类上 就是因为其实刚刚捕获的 就是网络上 业务在网络上通信的那些数据 那业务通信的那些数据的话 实际上它会分为很多层面的解析 那当然会分为网络层数据的解析 但网络层数据的解析 是因为网络层的本身协议的一个标准的话 所以它我没有拎出来讲 因为那个是非常标准的协议 就解析就行了 那其实主要是跟业务测相关的这些协议 是分为不同的 业务测相关的协议的话 它会分为用则的协议如何解析 以及业务层面的协议如何解析 那用则的协议的话 分为像这种HTTP啦 JRPC啦 MySQL等等这种应用协议 所以它会有两种形式 我们会有两种形式来解析 在通过EBPF或者是BPF采集到的数据 进入到这个Pepular里面以后呢 第一步我们会完成协议的识别 我们协议识别到不同的协议的时候 就会去给它分流到不同的一个 协议解析器里面去做解析 那对于应用协议的解析会有两种方式 第一个就是我们类质的这种解析器 类质的解析器的话 主要是针对于标准的协议 就像刚刚这边蓝色的部分 就是MySQL 卡夫卡 然后Double 等等 这些我们标准的协议 只要有协议标准的情况下 基本上是类质的 但对于实际上还有 在金融行业其实会有很多 因为安全性的要求 它会有一些 或者是行业性的要求 是会有一些私有的协议的 那这一步的私有协议的话 基本上我们可以通过 WASM的插件来完成 那这会比如说T3啊 KRPCR 我们对上的一些行业里面的私有协议的话 基本上是可以通过插件的形式来说 那可以在不同的客户那边 他们需要什么样的协议 就拿什么样的插件做就行了 就直接定制就OK 然后这个又是可插拔的 所以不会去说有泄漏的风险 行 这个是针对于应用协议的解析 那对于业务协议的解析的话 它其实只有一种形式 我们就通过WASM插件来做 为什么会这样呢 因为业务里边的话实际上没有说 某一个就是我们可能某一个行跟另外一个行 它的业务完全一样 或者是它实现的代码完全一样 几乎是不可能的 他们可能对于就是这种错误码 或者是对于响应码 耿耿的定义都不一样 或者是我们对于ID的形式 每个ID表示的含义全是全部都不一样 那对于像这种业务类型的这些数据的话 就全部通过定制WASM插件来做 那比如说我们通过 比如说这个就是PotoBuffer去传递的这些协议 或者是JSON的协议 XML的协议 它在这个基础上传递的那些业务数据的话 全部用WASM插件来做 那通过这一些就是Deflow Agent的这个 Pipeline的机制解析这些数据以后呢 基本上会得到一些什么 其实也就是通过应用协议解析 其实会拿到很多跟应用相关的一些属性 那就是哪些域名哪哪个路径哪 或者哪个方法哪 等等这些信息会拿到 那通过业务协议解析以后呢 其实得到的就是业务的属性 那业务的交易流水号是什么 业务的来源是什么 业务的交易金额是什么 等等这些信息是会拿到的 OK 拿到这份信息以后呢 实际上再结合现在 Deflow就是我们的Tagging的机制 就刚刚有说到 Sovo会去完成很多标签的学习 然后呢将这些解析过的数据 去全部增加标签 然后就是去利用指标的一些分析 追踪的分析 加上这种全景图的一个top的形式 和日志的分析 然后就能去做金融业务的一个 零侵扰的可观的信 这是基本上是在做的实际上的一个原理 就是如何补货 如何去解析 然后最后如何做 那如何做的话 就是我在想就如何呈现的话 因为我作为产品经理 我会从还是从一个实际的 金融业务的一个案例 然后结合产品的一个呈现 然后给大家去阐述一下 目前这一块是如何落地下来的 基本上是这样 就是我们先看这个 现在这一个top图 这个top图是一个 完全是Deflow去 以这种林轻老的形式 自动画出来的 不需要做任何的 基本上不需要 除了WASM插件的一个定制 其他不需要做任何人工的一个定制 然后去给它画出来的 我们基于这一张top图来看一下 一个金融行业 就是某一个银行 它的一个手机银行 这一个业务是如何去整个处理的 那这个手机银行的业务就是 基本上是这样子 他们其实也是在做上员的改造 今天早上的那个主论坛里面 龙行其实也有讲过 他们也是在做那个就是上员的整个改造 但是我现在对的这个案例里边呢 他们没有龙行那么快速啊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大概是怎么做的 就他们手机银行其实会分横起大块 第一个就是手机银行的前台中台 然后手机银行的这种渠道整合数据库区 ESB区以及核心的一个交易区 那对于这些区的话 其实对于手机银行的前台和中台 这些外围的话 基本上已经完成了 就是K8S的整个改造 已经全部都上到K8S上去了 然后呢对于中间那个渠道整合呀 数据库啊 以及这些ESB案的这一块的话 实际上目前是刚刚完成虚拟化的一个改造 就也就他们上到虚拟机上 从之前的一个大型机上去 搬到虚拟机上这样一个过程 现在已经完成了 然后呢核心交易的这一部分呢 其实目前还没动 也还是想观察 就是等前面这些基本上稳定了以后 他们那一部分再上 是最谨慎的那一部分 龙行其实我今天看了 早上他们说龙行其实已经开始动核心去了 这个还是挺前沿的 OK 然后我们看一下 他们这些上完了以后呢 他会有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 其实在他们完成前面的手机银行的前台 跟中台的一个改造以后呢 基本上就是就开始考虑各种可观资讯的方案 那这些可观资讯的方案 他们之前也考虑过很多面的厂商 但你们会遇到的问题就是 首先核心交易区是不允许插码的 所以没有任何APM厂商能上去 然后再就是现在的这些 就是中间虚拟化那个区 有一部分其实就是APM能上去 但数据库区他们是上不去的 因为数据库区本身就没有 不支持插码的这样一个能力 这种基础设施本身就不支持插码的能力 所以上不去 然后还有就是 其实他们的前台跟中台都已经 之前最开始都已经上了APM的一个 这些agent上去 但是上去以后呢 他们在中台区观察到 就是对于实验 就是APM agent上去以后呢 整个响应实验上的声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后来他们又下线了 大概就大概上线了两天嘛 然后就已经下线了 最后基本上他们裸跑了一段时间 然后再去交流到了解到 其实Dflow有一个就是EBPF 加上WebAssembly的机制 可以去做这种业务代码 无感知的一个方式去做可观测性 然后就引路了我们 然后我们看一下中间 大概会要做什么事情 大家做的事情就是 首先我们分析一下 就是在对于 之前还是有讲过 就是对于各种 协议数据的采集 是什么样的采集 它其实也分三块 第一个就是CAPS的区 如何做 一个虚拟化区 一个就是之前的一个传统的 还是大型机区怎么样做 对于CAPS区的话 其实还是比较标准的 就是Agent的部署就直接 Demo 就是Deepflow的一个DemoSide 去部署上去就OK 然后呢当这里面去涉及到 像他们应用协议的话 不需要做任何事情 就用标准的解析器来做就行 加HTP跟GPC就标准协议 但是他们传递的业务的那些属性的话 就是在Json和ProBuffer来去前提业务属性的话 还是用WASM插件来做的 那对于中间的那部分 就是这些虚拟化区的话 基本上就是以进程的形式去部署 部署Deepflow的Agent就OK了 那这里面也是对于HTTP其实类似 就DBR这个协议的话 其实也是我们特意为它开发的 虽然不能算私有的呀 然后剩下的像XML啊 以及像那种新XML 其实也就是新是表示他们内部 用了一个私有化的这种应用协议 这些都是定制插件做的 然后对于大型机 其实可能大家更感兴趣的 就是说大型机要怎么来做这件事 大型机其实你不能去部署Agent 如何做 其实它会有一个方式 就是刚才有讲 我们通过BPF的一个形式来做 然后这个形式其实就是 我们去将大型机 它前方的这种 在某一个交换机上面的这种流量 用旁路的方式给它镜像过来 镜像过来以后呢 后面在镜像处去部署一个 DFLA agent 然后拉着它解析部分的数据就OK了 这是整个去怎么样落地下来的 就是用这个 就是EBTF加上Web3的DFLA 是怎么样去落地 在这种行业业务上面 去怎么样落的一个形式 这是一个TOP图 那除了TOP的这一个形式 就是通过自动化去画出TOP来 实时的观察 整个业务的整个进化状态以外 以及它的调用关系 它的整个流线走向以外的话 它还是会有去 还可以通过指标 就是所有的指标都是可以分析的 就刚刚我们拿了那么多数据 那当然是要分析它指标的 因为我要去分析每一个服务 就业务里面 业务里面有那么多服务 服务有那么多end point 这些end point 它的整个指标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然后服务的整个状态是什么样 我们可以去监控它的整个 交易量是什么样子 错误率失败率 然后以及它的整个响应实验是什么样子的 以服务的视角 以end point的视角都会有很多维度 然后可以查看每一个服务的一个 down top是什么样子 每一个过去的历史曲线数据是什么变化的 然后会有多维统计 那多维统计的话 其实在金融这一个业务场景上 还是会有很大的用处的 它的这一个使用场景非常非常多 是为什么呢 因为就我们刚刚提供了很多的属性 就比如说交易额的属性 交易来源的属性 然后流水耗的这样一些属性 那我可以去统计 我现在的这些交易 交易的一个重点区域是哪些 然后呢 我的这些交易可能的额度集中在哪些额度上 然后这些数据 对于金融的这样一个业务的可观 其实多维统计是非常非常常用的 但都是基于指标来做 指标加属性来做 OK 除了就刚刚讲到的这个属性的话 其实还会有详细的认识 就是记录每一笔交易的详细数据 它这个详细数据覆盖到从网络到系统 然后会到应用会到业务等等这样一些属性 比如说网络上面的IP端口 到进程里面的哪个进程哪个服务 然后我们会到应用的这一些UIL 然后它的请求方法 它的参数等等是什么都会记录到 然后业务属性包含业务的ID 然后这些来源什么的都会去记录到 这是当你分析到每一笔要细利度 到每一笔交易去分析它的时候 实际上用这种日志的形式来做 这个日志的形式是格式化的日志的 OK 然后拿到这些属性的话 其实可能除了做一个记录以外 这些属性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作用 第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拿着属性里面 比如说属性里面对应的一些应用的状态码 或者是业务的错误码这些信息的话 是会去拿到它们去监控 就之前我们看到的这些前面的top图上面的 这些状态就会拿着这些凑码 或者是状态码去做一些监控 这是对于前面的一个反馈 然后中间还会有一个创新性的使用 就是我们会去拿着全局的 因为在进入行业基本上是会去传递 这样子全局的一个流水号 拿着这样一个全局的流水号 给它映射为traceID 就是我现在箭头标的那个地方 就是映射为一个traceID 然后拿着这样一个traceID以后 再结合Dflow的一个 EBPF的自动化追踪的一个技术 我们是可以去实现 完全零插码的这样一个形式 去做全链路的追踪的 就全链路分布式追踪的 这是一张我们拿着一笔交易 就是一笔 其实就是一笔交易 然后这一笔交易拿着有一个流水号的ID 然后以这个ID为发起点去做的一个追踪 那这个追踪里面其实是 就这个追踪出来的火焰图里面其实是包含了 现在包含的是 就有S部分 有N的部分我拿出来讲的 就S部分是一个系统span 它是一个EBPF采集到的数据 然后主要覆盖到的是 哪一个服务哪一个进程 然后呢 还有一个Networkspan 是通过BPF采集到的 我们能知道这一笔调用 它在网络上经过的每一条的一个数据 OK 这个 当然就是这边还有一个提一下 就是除了 就之前前面有讲说 Dflow它作为一个框架的话 它的数据是可以集成很多数据的 然后当如果在金融行业业务里面 本来有一部分的业务 比如说像刚刚之前说的 那个手机银行的前台或中台 就已经上到说KPS 然后已经集成一部分APM的数据的话 那APM的数据其实完全不用丢 是可以去拿过来跟Dflow 现在现有的这些systemspan 以及Networkspan去做集成 然后得到一张包含APPspan Networkspan 以及systemspan的一个更全的一张调量 就是能在这里面快速的去定位 到底是应用系统还是网络的问题 OK 行 然后基本上我的这边的分享就差不多到这儿 然后今天主要是给大家带来了 通过APPF和WebAssembling 是如何去做金融业务的一个 零侵扰的可观自信的 然后那Dflow的这一个项目的话 目前其实我们已经开源了 就是也是一个开源的项目 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是可以关注一下的 行 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 好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非常感谢您的这个分享 然后我是有一个问题 就关于就是您在金融行业里面的话 就虽然说您刚才在第二页 第三页就提到说监管机构的话 它对APM agent这样一种方式 它会有很多的这种concern 然后这种concern的话 会导致说我们想用另外一种方式 去做这件事情 而实现这个可观特性 然后这里面的话 我不太理解两个问题 然后您就是咱们这个Deep Flow 在这个金融业务里面是怎么样去解决的 就是说那如果有一些监管要求 就是说我们不能去做这个Agent 然后那么那么那么他们难道就可以接受 说说我我用EBPF去去抓这样一些数据 然后甚至说我这样的数据的话 可以发生在这个TLS的termination和之后 然后可以抓到这样一些名义的数据吗 因为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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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听起来看 听起来是非常不能说是非常hack的 一个一种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式 而是说相当于说我在 我在我的这样一层的话 我打了一个洞 然后我去把你这个数据给抓出来 然后来实现这个没有这种侵扰性 那么这个的话监管机构的话 他们是可以接受这样一种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吗 对 那我可能有答案一个问题特别长 我得先做个总结 就是大概我听一下 就是问题基本上是这样子的 也就是现在因为插码的形式 会让业务代码去产生就不安全 以及可能稳定性的问题 然后现在EPPF是不是同样存在这个问题 是这样吗 对 因为你的EPPF后的话 是要跑在 相当于是并没有跑在这个业务代码的一层 但是你跑在它的技术加货这一层 对吧 对吧 这个听起来像是一个更危险的一个事情 这个其实是依赖于EPPF EPPF自身本身是一个安全的砂盒 然后跑在这个砂盒里面 它EPPF这一项技术做了一个保障 所以在这里面跑的代码的话 即使它崩溃或者怎么样 因为它不会影响到业务 所以它会有这个 是这样一个前提的存在 但是你能够抓到它的普通的数据的话 你就可以抓到它所有的数据 包括一些用户的一些隐私方面的数据 包括金融上的数据的话 对 这个就是我们说 为什么要通过WebAssembly这样的插件来做 这样子插件的话去分析它所有的数据的话 这部分的插件行为以及插件的管理 整个全部都是交给金融业务来自己管理的 就是相当于业务方它有这样一个主动权 好 谢谢您 这个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就是说 您刚才提到就是关于EPPF 如果需要一些比较新的这个kernel的版本的时候 而据我所知的话在有一些这个 金融业务的提供方 比如说银行 比如证券的话 他们的话对基础设施 比如说Linux的这个内核 它不会那么去keep up to date 然后对 这个问题的话 他们是怎么样去解决 或者你们是怎么样说服他们去解决 就是这个不用说服他们解决 你看上面是有三个框 中间有三个框 一BPF 一BPF 下面是一个BPF 这种的话其实对于内核版本 就没有那么高的要求 基本上现在金融业务里边 在跑的那些内核版本都能覆盖 好的 谢谢 你好 我问一下 就是说我刚才看到你们的那个agent 然后是agent有这个插件的机制 插件的机制是用一BPF做的 然后是 插件的机制其实通过webassembly做的 是前面那部分数据是通过一BPF采集的 就是我想就是你能清楚的 就是能够介绍一下 就是说你这个agent和这个EBPF 和这个webassembly 他们之间数据是怎么一个流动的一个关系 互相是怎么调用的 然后你这agent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之类的 其实agent是这样子 agent里面包含了 我刚刚讲的就是数据捕和数据解析的 这两个部分 这个是agent包含的这两部分 然后这个是一个问题 然后我们的agent是用Rust写的 然后呢 这一部分的数据大概是整个在agent里面的流向 是由agent的这种EBPF的模块 先去负责采集到的数据 采集到的数据了 然后进入到agent这个解析协议的 这个pipeline的一个机制里面 然后去解析数据 大概是这样一个模式 也就是说是EBPF收集的数据 然后发到agent的 然后agent再调用webassembly的插件去处理 对 就是当然EBPF这部分收集数据 其实也是属于我们agent的 这一个大的体系里边的一个模块 明白 你好 问一下 你好 就是这个wasm插件的话 它应该是自研的吗 是吧 对 其实其实是自研的 在进入行业的话 因为出于安全的 就刚刚那个就有提到说 他们这些交易 或者是一些隐秘性的信息 其实是自研的 对 就是通过这个插件去来理解这个核心的或者银行的业务 那这个插件的话是由行里人员开发呢 还是咱们来开发呢 其实一开始在做demo的时候基本上是我们开发的 我们现在要去做PLC要证明就这部分的能力其实能解决你的问题的 但是真正的到时候交付上线或者是到后续你们有新的需求上来 其实是行里面自己去开发了 就是咱们提供一种架构 对 就是我们会提供SDK这样一个形式 然后那个内置解析器的话是咱们这个Deepfolio面自己带的 对 因为它标准的这些协议没有说什么一些隐移性或者是私有性或者怎样的属性 本质上讲的话是通过这个WASM插件来理解这个业务模型 对 谢谢 我问个问题 就是讲整个里面对WASM它为什么要用WASM这个机制好像没有单独去讲 就如果仅仅是用来解析协议流的话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可选择选择对吧 为什么必须要使用WASM 这个其实就是用WASM的这个插件 其实不是说用WASM为什么这样 其实是为什么要就用插件的这个形式来做 那现在的话因为Deepfolio其实是用Rust去实现的 然后呢现在Rust的EBPF加上WASM的整个这一套机制 然后就会去一起跑 大概是这样一个逻辑的 那我理解其实这个Deepfolio核心的逻辑还是EBPF嘛 WASM其实就刚刚讲的 其实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一定要用WASM对吧 对我们其实还会提供其他的插件 感谢分享 我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正常来说我们也用过EBPF做类似的事 但是发现EBPF正常采集的 因为它毕竟在内核嘛 你整个Node上的所有东西都得经过它 然后采集的数据量会特别大 这边数据量的话是大概怎么样的一个处理 这个其实就是你通过目前EBPF我们hook的点击并不会很多 就早上的时候当时Candlin去分 就是分享它会去采集可能CPU的呀锁的呀或者是等等各种位置的 像对于Deepfolio来说因为主要专注在业务这一侧 其实我们只是hook在就是socket的那些 就是刚刚通过 这部分回来讲 就如果是在这个keep up或trace point的话 我们就hook在socket的一个读写的地方 就减少的hook点 然后呢uproble的话 其实也是hook在酷的那个数据加密 或者是压缩之前的那个位置上 嗯 大概是这样子的 那现在大概的处理量是多少 就比如说像一个小时或者一天的处理量大概多少 这个我还没有统计过 可能下来就是我去找我们的那些运位同学统计一下 但是这样 好 谢谢 我想问一下就是就这边对于这个加密的这些协议 像你们这边是怎么处理 因为按我理解的话像这种加密协议 它本身就是为了防止就是在这个途中被这个截取 或者是什么样 那你们这个这块是怎么处理的 这个本身就实际是一个比较矛盾的事情 就是说从用程我来去加密 然后呢我怕在途中截取 但其实实际上我从可观测性的角度 我又希望去能观测这样一个业务 然后呢又会有很多需求提过来 我希望能对于加密的这些数据然后去做监控 这个本身它两方都有需求 但各方有各方的不同的一些立场点吧 但现在通过EPPF 这个事情还是比较好能解决这个问题的 为什么 因为实际上通过EPPF去拿取到的加密或压塞的数据的话 它是通过hook在用户态 也就是进程在运行的时候 那个用户态里面的那个就是扩喊数里面 我们现在比如说对于HDPR 我们是在go的GRPC的那些扩喊数里面去拿到的 就它还没有去发送到整个途径到路径上去 然后去拿取到的一个数据 大概是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就是那个我们都是用插件形式来做一些私有协议一些扩展 那这个插件的话的稳定性应该怎么去保证呢 因为它是和你的RUST是做紧偶核的吗 等一下 是说插件的稳定性怎么样保证是不是就是这样子 对对 因为它也是集成到你的相当于的agent里面去做它的那个紧偶核 对所以其实这个稳定性的保证就是你对于插件本身的这些 就哪些插件起来 哪些插件它的整个消耗实验等的这些数据是要做监控的 对 就是对插件它自身是要去做监控的 我知道这个监控其实已经滞后了 从前期 比如说是钱有没有一些 比如说你去给它绑核 或者说给它指定CPU的个数呀 或者给它指定运行时间呀等等 这个目前其实不是在插件里面来做 因为插件整个就是和Deflow Agent是打包的 因为Deflow Agent里面运行了一个 Bible Assembly的一个运行石 它整个是打包的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是对agent来做 所以它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运行是agent稳定性的一个运行 如何要保证agent的稳定性这件事 然后如何保证agent的稳定性这件事情呢 我们就是因为跑进入业务嘛 你对于这种稳定性要求是很高的 所以agent自身有非常严格的一个资源限制 就是我们会非常严格地限制到 这个agent它的整个CPU使用多少 然后它的一个类存使用多少 它的一个带宽占用多少 大概能这样子来做 你好 想请教一下 关于EBTF的使用在性能方面是否有一些开销 想问一下有没有这样的考量 这个是肯定是有一些开销 就是刚才说只要有户口 这个地方肯定是会有开销的 就是说开销多少 对业务影响大不大的一个情况 我们做过很多 就是大概是这样子 就我不讲具体的数据了 我们就讲客户 就刚刚那个案例 刚刚那个案例其实前台跟中台之前 是上过就是java agent这样一个形式的 但是基本上实验增加非常地明显 对他们业务影响很明显 下了然后又上了deflow agent 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下 对 这就是实际上对于业务来说 是可承担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我看大家没有问题了 那我们就先结束这一场 好 谢谢大家 好 谢谢大家